今天一大早看到周刊 其实写的巨细迷遗 近周刊书他们的 他们的报道里面是 检调单位掌握了 陈崇文议员涉案的一些 相关的情节 稍微念给大家听 包括说涉嫌从市府的招标 各局处的监视器传输系统 图立这个厂商台智光 另外一点这很大条 这个叫说名下大约 2500万元的财产来源 不明 之前也有人报道说什么 5000万金流招待不清 现在又被报道 是2500万财产来源不明 那另外还有一点说 跟厂商多次的饮宴 毫不避讳哦 没有在避嫌的 跟这个业者进出 有女陪式的声色场所第二摊 第二摊 这个要请教瑞德哥 是怎么第二摊 这个周刊要把它给括号起来 这个第二摊里面 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因为童雄第一摊是正常的吃饭饮宴 第二摊就是俗称三摊 就可能到所谓的成人的八大场所去了 合法虽然合法 但是呢 那么通常会三摊去呢 在台湾就是鸭白两道 政商名流 有时候要去找事情 所以特别把括号第二摊的原因 就是因为 那你有什么事要谈 你有什么事要谈 吃饭的时候谈一谈就好了吗 是怎么爱三摊 对那三摊了以后呢 请问是谁招待 是谁出 有这个问题等等 那么事实上这件案子 这个case呢 那么蔓延了大概快一个多礼拜 后面的那个雪球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 这些呱急不是出来讲说 有八到十位的议员 曾经质询的时候 那内容大同小异 那读稿机也一直在额勒台自观 对没错 那刚刚议员也讲说 他们调过相关的质询稿等等 其实不止现任议员 还有落选的议员 那么希望检调呢 我相信检调所掌握的 不止陈从文一个人 那陈从文第一次深压的时候 为什么两百万交保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查到 可以证实就可能是汇款的部分 所以呢 那么账户里面现在讲说 那时候说五千万 现在说是两千五百万嘛 那就用贪污制罪条理里面的 财产来源不明罪 也就是说你申报的财产 跟这个财产 你没有办法接到这笔钱 是怎么来的 这个罪呢 事实上呢 就是由当时国民党的林义士 所修法通过 林义士也是台湾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第一位适用这个法案 被起诉判刑的一位 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政治人物 所以呢 你没办法解释 这笔钱是怎么来的 那你就违反了这个罪 不过这个罪不重 这个罪并没有那么重 当然问题是 那么就法官来讲 他认为你这个部分 跟土地的部分 可能市政是不是有到要 湮灭证据跟潜逃啊 所以呢 是不是有到收押的地步 所以200万交保 那他提抗告了以后 检方提抗告了以后 我相信可能应该也补成了一些证物啦 必须能够说服法官把他收押 那么这件案子离谱的地方在于 到底这个陈从文议员 他有没有卷入这个所谓的收贵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还在侦办当中 但从我们现在流出所看到的 那个相关的咨询 那个引带内容确实有一点离奇跟离谱 为什么 通常议员在座 我旁边是立委 对面两位议员 议员 全台湾的民意代表 都不能增加行政机关的 这个相关的经费预算 但是陈从文很奇怪 议员通常都在砍人家的预算 不然你就照 他在争取人家的预算 他要讲市府 争取一点 有骨气一点 你知道吗 不要乱砍预算 这个很奇怪 这个话题一看 大家都三条线 说怎么会讲这种话 很奇怪 那个议员不是在砍人家预算的吗 他就说你砍人家预算 你市政府这样就没有骨气 一直没骨气 很怪啦 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有好多议员 甚至于议员的主任要干嘛的 修理 修理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警察团队 把官员叫来骂 那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委屈呢 因为警方希望让自己的预算能过嘛 那议员如果坚持的话 我听说为了这一笔预算 台资公共的预算 相关预算 本来边是5.5亿啊 为了这笔预算要贵啊 甚至于有人不惜说要把总预算给挡下来 所以这也让人家想联想到 那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如果是请托拜托 因为你要知道嘛 民意代表背后很多人来拜托 关心 关切跟关说 都只差一个字而已 但是那个意义差很多 程度不一样 有没有这个对价关系啊 那又是更不得了的一件事嘛 这个案子卷进去 因为事实上我相信 李翔也调过那个都知道 他们有些议员所执行的东西都差不多嘛 那个内容很怪 连成语都差不多 显然是根据人家给的那个游说的稿子嘛 因为称赞的台词真的都差不多 认真负责啦 有一些比较比较被人视为眼中钉的一些议员说 他们也自己曾经看过 碰过业者想来游说的嘛 走在这个议员的办公室附近 游说的等等嘛 那但是有几位议员呢 他们就是对这个案子有关系啦 有关心啦 另外有几个议员就特别针对几个案子 特别有意义 比如说现在王世坚 已经变立委的王世坚嘛 他们这几个有意义 那么至于啊 我个人会认为啦 那么台北市长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啊 他去骂人家说 蓝绿都 他还没有下台 然后蓝绿 他蓝绿都急着糖 无事上他这个说法 不是这个时候说 新新闻在2022年12月 就有报道了 柯文哲当时就这样讲了 柯文哲当时就这样说了 不过呢 柯文哲好像也没什么道德勇气啊 智商157赶一天到晚碰碰碰 他也曾经讲过啊 我跟他翻脸就是因为 他在媒体上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名嘴是可以花钱收买的 来啊来啊 我们拿多少钱呢 收买啊 是你说的1450吗 还是1450 000 哪里吗 我叫他讲半个就好 什么叫半个 姓就好 你讲半个吧 姓嘛 哪一个姓的名嘴嘛 可以花钱收买 你说嘛 然后拿人家多少钱 为了什么事情收买嘛 他答不出来 最后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柯文哲在2022年就这样讲啊 说台资光1025年啊 可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林世忠 在2015年就咨询了 那时候他就点出 后面有郭台铭跟高玉仁相关的 他指的是股份 跟各位解释一下 所谓的郭台铭事实上 郭台铭是因为他们鸿海有入股 这个相关的台资光 相关的台资光子公司等等啊 那高玉仁他们也是因为这个股份的 公关系等等 那是不是就这个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我不知道 不过林世忠在2015年就已经直询了 2012年本案在好龙斌当市长的时候呢 成案 但2015年的时候 林世忠就一直叮到现在 叮到现在还在叮 那民进党自己叮 自己叮自己人吗 有道德勇气一点 麻烦这个柯文哲勇敢说出来嘛 是哪几个议员 我都可以说有议员落选的嘛 简然我也知道一些人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我是媒体记者而已啊 我不是像你是当事人啊 你帮了八年的台北市长 画得大声音声说 哦 怎么就怎么啦 结果谁来关说的你应该知道吧 你有班吗 我很好奇 柯文哲现在不当市长了 现在是民众党主席 很多天没有新闻流量了 我想请问一下柯文哲前市长 除此之外 你当八年台北市长的任期之内 你的亲朋好友跟市政府的这些顾问官员 有没有跟台志光相关的人聚会见面参序过 我不知道答案 麻烦柯文哲市长告诉我们一下嘛 麻烦告诉我们一下 内情是怎样 我们不晓得 那你也要自清啊 把名单都说出来 如果有你认识的亲朋好友啊 还是顾问官员跟他们关系密切的话 也一并说出来 花灰道德勇气 孔明灰烈斩马书 那我们看看你柯文哲 到底有清零到什么程度 这个案子如果继续查下去 真的有可能一股肉脏 我请教一下宜甄议员 因为刚才除了瑞德哥讲 有落选的议员 恐怕也牵涉其中 还有说这个呱吉所讲八到十位 他说蓝营的议员 就像读稿记一样 都在捧这个台志光 再加上哇 今天周刊直接点名 有一位蓝营资深的女议员 台北市里面资深的女性议员 其实算算的也没几个 就那几个现在大家在猜 我不晓得现在国民党 对于这件事情 现在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这部分包含像我们今天开中常会 我刚才在查说 像我们主席 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所谓的表态 但我倒是查到了 蒋万安市长 在事情一爆发的时候 他说因为进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他就是希望就是尊重司法务 法务总讲 然后当然他也有提到说 因为预算编列 当然都是相关的一些 依法依程序 然后因为会监督调查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听下来 其实感觉都还在进入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 倒是这个监视器案 其实我们这几天 其实新北市议会也在讨论所谓的监视器 但是我们讨论的是针对那个国三声割警案 就是我们校园的监视器 包含像爆发案件的这个校园 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大概可能两栋楼才一个监视器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希望就是可以给学校更多的支持 但我们的厂商应该不是台智光 不过宜珍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 你刚才讲到蒋万安市长的部分 因为陈崇文过去质询 真的骂过蒋万安没过去 说你们怎么这样自砍预算 我不晓得议员听到这样子的话 会有什么样感想 自砍预算我觉得像蒋万安市长 他听到很多不管任何 他叫忙没过去 其实议员对那个市长的任何问证表现 真的是五花八门 尤其台北市议会 有时候我们新北市议会还被说 我们这个是不是应该更凶一点 更强悍一点还是怎样的 所以我认为其实市长 其实就是接受议员的监督 我帮你再稍微解套一下 因为事实上在陈崇文 大概被视为跟柯文哲是比较接近的 应该是属于柯油油 其实我们刚才讲 关系不错 还有一位前市府的官员 传讯性来提醒我这件事情 说他跟柯文哲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柯文哲 现在关心这件事情 都觉得很本末倒置 就是说当时可以处理 你没去处理 当时你跟陈崇文议员这么熟 然后甚至于直选的时候 都有点像放他水这样 送分题丢球给他接 所以我是不知道讲完跟他的关系 但因为过去我觉得柯文哲跟他关系是相当的密切 原来是柯油油 还有这一层关系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昆程委员 因为这件事 有这个办案人员讲 他说有议员在这个台志光监视器等等案件里面 修理官员的态度 就像是搜狗行贿案的翻版 当时也是震惊社会 很多礼物员等等的 他说当初经济部的这个官员科长被立委狂垫 叫来梅 有官员为此还失眠 头痛甚至还有人恐慌症发作 你就知道台志光监视器 避案这件事情 台北市议员 这真的很害怕 这个我们当议员 通常是这个嫌政府 市府的预算太多 我们要稍微砍一下 就是说这个不用花到这么多钱 然后相同的钱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要编这么多预算 其实议员就是监督预算 所以很少会听到说这个议员说 这个师傅 你怎么预算编那么少 你要多编一点 没缺乏 没缺乏 很奇怪 我们就这么好业 我拿来开 我毕竟也当了三届十议员 我也没有听到说这个议员 就觉得说你师傅预算编太少 多编一点 如果这样讲 有鬼啦 简单讲就是有鬼 还是说台湾其境务在这就好业 我觉得也没有 钱那么多 所以现在就出事了 所以说按照常理来讲 就是说议员监督市府的预算 因为觉得说不要浮编 这个都是人民纳税钱 所以不能浮编 所以该砍就要砍 那每一分钱就花到刀口上 那如果像台北市 这个案子 这当然是第一个 就觉得说不合常理 然后我就说议员觉得说 市府编的钱太少 你没努力 要多编一点 多编一点的业务益在哪里 多编一点是开上的 开纳税人的钱 多编一点是花纳税人的钱 那是谁赚到钱 那是谁赚到钱 那是厂商赚到钱 那你说那个厂商 这个这个案子要过 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 可以有办法过的 因为其实这个案子 就通常在议会 如果没有一组人 一群人 一直在护航 一直在讲的话 那其实光是一个人 那警察局就觉得说 你光是你一个人 我应付你就可以了 喝出力 对你选服案 就顶多就不处理你 看你怎么办 但是如果有五个人 有十个人的话 警察局他就要小心了 而且这就是表示是一个 有一个集团 一个团体在类似 有点像围标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说 那警察局 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么多的议员 要来做处理 这件事情 那谁要来做 最后的这个处理 市长 市长要出来谈 就是说 不管是克文哲 或是谁 要出来谈 就是说那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议员 对这个预算有意见 那就是市长 或是说副市长 总是要跟这个议员来谈 说这个预算 明明市府说 4.6亿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编到这个 5.5亿 那最后讲讲 讲的变成5.2亿 那也很奇怪 因为市府明明就4.6亿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都花了0.6亿 那市府 克文哲郎 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这件事情 这个从我过去 在议会经验 就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可能说 这个议员要增加预算 再加上说 有这么多的议员 在执行的时候 都关心同样的事情 那甚至连这个 执行所提出来的问题 缩铁都差不多的话 那表示真的背后 是有一股势力在运作 这真的太离谱了啦 来石棋姐 台北市民怎么想 你们的钱都很好 开玩家 我们台北就是大气 你们就是好 好龙兵时期跟台志光 直接签25年的长约 超级大肥约 每年保底都可以叹 25年 稳稳的100亿啦 石棋姐 我觉得国民党都很喜欢 20 30这种数字 四国粮也很厉害 基隆的约20加10 30年啦 你们都帮下下下下下 下任做决定 跟高朋友的咕咕等等啦 二三十年起跳的 这个就离谱啦 更何况就是说 在陈崇文涉及的这个案件当中 陈崇文自己还开了人头公司 也就是说台志光呢 他是包给下面 层层包下去 包到最下面那层的 叫做陈崇文自己开的 所以陈崇文可能在左边收了台志光的钱 下面再收一次这个发包到下游这个钱 哇 两边赚呢 难怪骂长外来没有骨气 对 难怪没有骨气啦 明明我们很有钱 就要抬高一点 再还有一个离谱的点 叫做警察局长跑到民进党的议员办公室 拜托议员三啦 三一点啦 怎么有这种情况啦 监视器是警察局要用的 他们也希望说可以更清晰 然后传输更稳定等等 但是连警察局都看不下去 觉得太高了 这个有点夸张了 所以拜托议员三啦 你有看过这种荒唐的事吗 没有 这是完全反过来的程序 新北应该没这种状况啦 对 所以我们台北市民是怎样 是被这几个国民党议员在那边糟蹋吗 我们赚的钱 缴的这些地方税 就被你这样子乱花花掉吗 柯文哲跟蒋婉安我认为啦 你们其实在任内八年的时候是柯文哲 那现在蒋婉安这个没有骨气的市长 你 你也知道状况怪怪的 我相信你一定有掌握 可是你们两位市长 其实都没有站在人民的位置上面 你们都没有主动移送正风调查 或者是说直接检据相关的证据 直接送监察院或者是送检调 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等到现在叭抗了之后 柯文哲出来说风凉话 真的是站着讲话不腰疼啊 现在没你的事情了吗 你的事情最大 因为你有八年的时间 可以好好处理这个案子 但是你任何动作都没做 所以我觉得啦 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当中 也希望说能够这个 刚刚一阵是讲说 中长会讲说还是这个 误网误众啦 私法调查 对对对对 但是呢 我认为一定要把所有这些乱花人民纳税钱的人 通通给我揪出来 因为完全没有按照一般逻辑去行事 议员拜托预算增加 警察局拜托这个预算要做删减 而且台志光不只是包了警察局的业务 他们下一步要包的是所有台北市立学校的监视器 也就是说除了包保底的那个 保底的市议员之外 如果再让他们包了教育局的这个案子的话 所有你看到的 赚越多 是这个市级的 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医院 或者是这个各种 只要是市立的 通通他们都要吃掉 而台志光在民间 没有任何的生意 为什么没有任何生意 因为他们没有竞争力 没有就赚你们台北市府的的吧 是还要赚什么 所以我们台北市民是有多衰 是可以这样子被人家糟蹋吗 乖乖搅的地方税 房屋税什么税 搅给你 结果你去这样子给我乱搞 从头到尾我觉得烂到几点了 从上到下 市府也不作为 市议员胡搞瞎搞 根本就是共犯结构 这个卷入这一起 这个贪污弊案的这些议员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成崇文门 有没有做亏心事 我相信妈咒 妈祖一定看得很清楚 我们稍微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白沙屯妈祖 现在的最新的进商路线 我们稍微回来一起来关心